这也可以 当然是给宝宁妹妹赔礼了 打开看看 怎么样 这手桌你喜欢吗 这可是凤凰丸鹿的 我不能收 朕送你凤凰丸鹿的手桌 就代表想许你后卫 又来了 得找个借口脱身才是 我觉得这天应该是要下雨了 我先回去了 你也赶紧回去吧 宝宁 你想干什么 不管怎么样 你始终是要成为朕的皇后的 不管你愿不愿意 不是我 是的 也可以 陛下 你们 不是我 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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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陛下 是 皇帝 怎么样 回禀太皇太后 陛下落水受了寒 如今有咳嗽发热之症 真能装 为人这就下去 让太医去熬药给陛下送来 翊儿 你感觉如何呀 没事 红祖母 宝宁 要不是你义儿哥哥救你 现在躺在床上的便是你了 谢陛下今日救下宝宁 红祖母 不怪宝宁 其实 是今天朕有东西要送给宝宁 所以才会约她在湖边见面的 有什么好东西要送给你宝宁妹妹呀 这是朕为宝宁妹妹打造的 金凤香白玉手中 目的就是为了告诉宝宁妹妹 朕 非她不起 糟了 居然来这么一手 好 她知道我不会顶着买祖母的 你转眼 你们都大了 你们两个小时候 在一起嬉笑玩耍的样子 仿佛就在昨日 转瞬你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宝宁愿意留在宫里吗 我与陛下青梅竹马 自小一块长大 我嫁给她 不过就是从寿康宫搬到了慈原殿 我还能一辈子守着外祖母呢 宫儿还不就此把镯子给宝宁带上 是 皇祖母 那母后那边怎么办 祖母许下的亲事 太后还薄了不成 谢谢皇祖母 谢谢皇祖母